在单领来看到花莲慈激医院为了住院的高龄长者打造高龄友善的赋能教室 配备设置上下之激励的附建仪器 并且是有专属的职能及物理治疗师来量身定制赋能计划 那么出院返家之后呢也能够衔接居家的赋能训练 让长者不因为生病而衰弱失能演变成长期卧床 花莲慈激医院老年医学科主任高盛伦表示 住院长者在过去的附建安排大部分都是在病床边或者是病房的走道 附建项目和效果都有限 而有了高龄友善赋能教室 不仅设置上下肢训练机等六种附建仪器 还有专属的职能和物理治疗师 根据长者需求安排个别的赋能计划 而出院返家之后还可以衔接居家赋能 让高龄病患生病住院不会与衰弱 卧床画上本号 那高龄长者住院其实很容易发生长期卧床 还有活动力减低的问题 那我们也希望说就是用高龄赋能教室的这个设立 可以让长者接受 在住院的同时可以接受多元赋能的治疗 那包含职能训练 认知训练 上下肢的激励训练 希望说长者在住院治疗急性问题的同时 也可以就是预防衰弱延缓失能 我们的病人一旦住院的时候 我们会有专业的团队 高龄各管师会去病房评估病人 那如果说病人他的这个身体状况 基本上是可以做一个行走 还没有到全部卧床那个状况 那也有附建的医院 那我们就会邀请长者 可以到这边来接受职能跟这个物理的治疗 那当然在治疗的同时 也有专责的职能治疗师跟物理治疗师 会一边治疗一边评估病人 然后了解他们的状况 然后安排适当的治疗计划 让长者可以接受这样的附建治疗的训练 华联慈激医院高龄友善赋能教室 在8月4号接牌启用 院长林兴荣也到场关心长辈们的使用状况 在物理治疗师的协助下 老人家们可以做手部腿部的激励训练 慈激医院期盼 透过跨团队的照护 还有多元赋能训练 可以达到预防高龄住院病患 衰弱延缓失能的照护目标 高龄友善 长者不失能 善 介续会欢迎视报导